好,來做一點簡單小練習 請問你,誰的電子數目跟奶原子相同給原子序 我等一下會問你,什麼叫做原子序 而又問的是電子數目,那原子序跟電子數目有什麼關係 然後呢,他給了一堆離子,有正有負 那怎麼樣會變成正,怎麼樣會變成負 然後你就可以算一算就知道,誰會一樣多 這也是簡單小問題,也是有人會問的 考試考驗上會有,請問你,這應該是誰啊 停車站接問,可愛小女生,不要又抽到一堆不在的 1號 你的答案,你的答案選豬,請坐 原子序是什麼東東啊 直指數嘛 那正常情況,它跟電子什麼關係 一樣多嘛,所以電中性嘛 所以呢,奶的原子序10,就表示直指數是10,表示正常電子數有多少 10 所以呢,奶有10個電子 跟他所給的原子序 綠是17 綠是17 我們說要得到電子的會帶負電,是於電子的帶正電 然後得一個就是負一,施兩個就是正二 所以綠是CL負,得一個正常在17,得一個變18個 皮勒是4,正二是施兩個,所以就帶兩個電子 然後劉是16,二負要得兩個,變成18個電子 綠是13,施三個變成10個電子,所以誰一樣多 綠三正一樣多,所以答案就選豬 答案就選豬 OK 簡單的問題,算一算加幾點就好 要搞懂的是什麼,要搞懂的是這個 我剛剛講過的話 啥叫原子序 啥叫原子序啊,剛剛講的誰叫原子序啊 原子序是什麼 什麼座 直指數 然後又講了一般的情況下,一般的原子 它跟電子序有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我剛剛有講解,講解過了,什麼關係 正常的話,直指跟電子什麼,誰多 一樣多嘛,誰相等 然後你就跟著這個想法,再加上檢體就知道誰是跟奶一樣多了 OK 下一題 給了直指數給了中指數 它說我有個三正 那電子數幾個 跟前面一樣嘛 要曉得直指數跟電子數正常情況下什麼關係 然後呢 去加加減減嘛 簡單小問題啊 來 可愛的大帥哥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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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例 你選B,有人告訴我有人報答案B 你就選B好了 三正 三正表示失去三個電子 就是電子數比直指數少三個 我已經告訴你直指數多少 十三嘛 少三個減三呢 就十個 答案就A 這一題給了中指數 中指數有用嗎 沒有用 就是放在這裡是用來欺騙社會用的 在這裡中指數根本就沒有用 只有直指數有用 因為直指數是十三 所以正常電子數十三 失去三個變三正 所以十三要減三變十個 就是我們簡單的這種 加加減的問題 其實考試也常常會問 希望各位都能夠OK